安~~羅哈 全民喵咪打 戰爭時間了 那今天晚上的今天晚上是我們隨便的說明大環節了好不好 聽到哲平今天的聲音那麼精神啦 因為今天下午就直接先回家然後睡了一波 雖然現在還是很累啦 我覺得累的原因是因為 呃我那個 在擺攤的這個前一天啦 我還有去就是那個健身房 然後健身房結束之後晚上還有就是去一些活動這樣子 我真的是 哇 我也是有年紀的人了 我真的覺得我應該不該那麼兇了 不是去一些活動啦 我那天是健身完之後 我就玩了那個六個小神那個女鬼橋嘛對不對 真的是沒辦法了 好 那今天我們繼續來挑戰一下這個霹靂沸騰員 然後這邊的話這邊有看到這個觀眾留言啦 他們是說就是目前來說 哈就是我們這邊就是一直用了很久的這個 狂幻貓咪啊 他們也是覺得就是他已經不夠格了 然後他們是推薦我們這邊的這個殭屍跳跳貓 大家好像其實很早以前就一直推薦他 只是我一直都沒有就是去用他 所以今天的話我們就來看一下 用這個組合能不能再打出一些 我們的這個好成績啊 那昨天基本上那個 這是什麼該怎麼說 昨天基本上就是已經被那個 皮類已經燃燒殆盡了 那今天的話我們就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就是在 打出更好的這個成績 那這關的話惡魔的這個 大象這些也算是頂麻煩了 再加上他還有這邊的紅色海馬啦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再換一隻 因為我覺得這個 惡耗機應該是打不到 我們換個這個小物好了要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這樣子走起看一下 有沒有機會打出我們的好成績啦 燃燒之切喔 然後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 就是因為有時候我就是出去外面活動的時候啊 我基本上還是希望就是 就是有我自己的聲音陪伴大家 但是那個時候的這個 該怎麼說 就是頂雷的 就是不是說有這麼多的這個思考能力 但是就是一個 但是隨時記錄嘛 因為哲平這邊的這個影片就是記錄 就是哲平玩遊戲的這個所有過程 所以就算我在外面太累 我也還是要就是記錄一下我們這個過程給大家看 基本上就是 這樣的一個頻道 所以大家 我覺得大家已經漸漸習慣了 哈哈哈 真的是太感謝你們了好不好 就是喜歡你們這種粉絲好不好 你們已經漸漸習慣了 那就很棒了 因為哲平這邊的風格就是如此 好 那這邊的話 就可以開始剪這個慢速了 燃燒之秋 其實我覺得現在大家基本上都大過於就是那個 就是該怎麼說 就是 看不開心或是看不爽的這個人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就是比較多都是 嗨 算了 他就是這樣子 你們不要再有什麼一些想法了 然後他們都會這樣去教育一些新的 這個觀眾我覺得就 嗯 真的是頂不錯的 很有趣好不好 真的很有趣 快笑死了 喔 完了 哇靠 欸那個 完了 這邊紅色這個火海馬 直接把我們這個大嫻女利弄爛了 然後我覺得這關還有一個重點就是那個誰啊 我們這邊這個烈坡的這個流口水生物 好像也是頂凡的耶 對阿 所以這邊 呃 難道我們要再派出我們這個佛羅格格了嗎 感覺好像也不是不行 然後跳跳貓目前來說應該是撐的還滿住的 然後現在比較麻煩的就是因為 這關還有那個 還有兩隻 就是後面還有更多的這個流口水生物 那被這個烈坡弄到一個死掉耶 好OK 這邊的話 應該又是要敗北了 這關我覺得真的是沒有到就是 詹米的肝丹啦 好那我決定了 這邊我們應該是要換了誰出來你知道嗎 佛羅格格好不好 佛羅格格再幫一次 再幫一次 好不好 我覺得佛羅應該是可以的 依賢娜奇感覺好像也是OK的耶 可是我真的有感覺到就是目前來說就是那個 他這個高星關卡 二星關卡開始就好像已經 漸漸的變變就是比較 沒有像以前那麼的簡單了你知道嗎 就是他的這個二星啊 跟就是我們以前打的時候 可能已經要到一個 三星或什麼一個局面的時候 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這次換了這個跳跳貓 我覺得還算是秤得住 只是我們現在真的是 那個要搞一下就是那個 紅色的那個流口水生物 搞那隻以外我們還要搞就是前排的 這些那個惡魔族護盾的這些小扑啊 好不好 這個也是挺重要的 OK 沒問題 那這邊也要先把那隻熊先搞定 欸 完了 完了 老哥 出大事 對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我們就是先這樣子然後噴掉 可是這八戒好像應該就會過去了吧對不對 沒關係 先讓他有辦法讓他們把八戒給打死 應該是沒辦法 八戒還是太強啦各位 好 那我們一樣就是看一下 能不能把他放回來或幹嘛了喔 還是其實我們要往前進 因為我覺得現在比較麻煩就是我們剛剛的大選擬 莉莉啊 直接被那個就是 紅色的火海馬給弄爛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也是 聽很尷尬的 聽尷尬的 先這樣子然後 然後 飛腳貓發芥這邊噴一波吧 至少這邊要噴掉 拜託 好沒噴到 直接擊劑耶 然後 我的嘴巴 紅色火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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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口水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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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火海馬 先讓他們先死 惡魔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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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色火海馬 不要再叫自己的貓了 好不好 我覺得我再自己 再叫自己的貓 我真的是 要全員死光了各位 我覺得這邊如果能夠讓那個 那個什麼 讓我們這個 噢噢噢 戳死那個 就是流口水的生物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喔有有有有 有沒有看到 哇 我覺得我現在 再也不要念我的貓的名字了各位 我真的是不能再念我的貓的名字耶各位 喔 紅色火海馬 紅色火海馬 那個 流口水的生物 紅色 流口水的生物 你看 你看有沒有 哇有效耶 哇 講誰誰死各位 太神了 惡魔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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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盾破盾 是要這樣是不是啊 我每一次真的就是 那個一講我自己的那個貓貓的名字 貓貓就會死耶 這個 我根本就是那個 對面派來的吧是不是 惡魔大象 惡魔大象 哇 不能講自己貓貓名字 順便不知道怎麼剝這個遊戲的各位 OK 那這邊的話就直接打掉 然後 這邊待會再叫一下我們大行李滴滴出來 應該可以 因為現在我們那個流口 流口水的生物解決掉之後 應該就是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至少就是不會有太多那個就是 比較煩的這個烈波啊 可是我們現在還是要小心一點 你不能讓那個 紅色火海馬就是直接 好不好 直接直接打到我們那個誰啊 直接打到我們的塔 這樣打到塔就 極技了 先開個砲 往後面打一點點 然後 打掉護盾 來一隻八戒 GOGOGO 應該是可以喔 有 他這邊的那個火球啊 也是比較 那個 比較還好 沒有到就是這麼遠 一直把他想成是那個誰啊 一直把他想成是小紅帽的各位 哇我真的覺得我是有這個 閻靈附體啊各位 開了光的這個哲平嘴巴啊 我的天啊 這個嘴啊 講誰誰死 好不好 有夠恐怖 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應該是可以就是那個了 解決掉這隻紅色火海馬一切都ok了 我的天啊 燃燒之秋 開了光的嘴各位 小心一點點喔 好我要盡量少講我們這邊的這個 自己的這個貓貓的名字了 喔這是最後一關啦 難怪其實還是有點難度的有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打一下了 我們來把那個什麼 他的這個 後面的部分給他打掉 三星 然後現在換上 我們這邊每一把的話 我們都要換上我們那個跳跳貓了喔 那我們就直接跳跳貓走起 然後這邊置換 就先給他升級 然後這個 大全力力 鋼鐵這個下來 我們用三隻 三隻好了 就是連那個牆貓一起好了 還是大家真的覺得 我們現在一般的這個小牆貓啊 就是我們這邊的象棋叉貓啊 他已經就是 沒有他的這個用處了 你們自己覺得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喔 好 這邊是我們這個 靈角臉哥 靈角臉哥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 異星有星星羊咩咩 我記得這關好像也不用疊喔 就直接捅過去就好了 直接捅過去 然後申請錢包慢慢走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先用這個 惡魔的這個舉牌了 先把他這個 呦 打掉了 慢慢這樣K好像還行 然後各位 那就是繼續走起 出個小霧好了 哎呦 那個紅色珠珠 是不是也是有點兒猛啊 有 你看小霧這關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真的很棒 他就是可以一直就是 擊退這個惡魔臉哥 就只要前面有這個 生物可以抵擋的話 這個惡魔臉哥就 就會一直被我們就是 往後傳到在緩速這樣 他就不太會過來了 通常Boss只要不要就是 一直靠近我們 我們就不會怕什麼事情喔 這個惡魔臉哥看 應該是要白貝了各位 哇 精神好之後呢 這邊這個戰力還是有所提升啦各位 有沒有有沒有有沒有 大家覺得 蛤 這關卡為什麼又這麼難的 到底是在幹嘛 不是喔 精神好弱唷好不好 你要知道 平常就沒什麼在代腦玩遊戲了對不對 這個 這個更沒辦法思考的時候 就會啥事都不知道了喔 好 殺戮岩漿 完全沒問題 直接給他解決了喔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晚上9點 繼續給他打下去啦 那繼續來使用 我們大家推薦的這個 跳跳貓環節囉